第一题下图中的甲乙丙丁为实验室中常见的器材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最适合作为收集器体则为甲 通常收集器体的是广口屏 就是图中的乙 所以选项A是错的 B以为盛放物体作为反应或加热时的容器 可直接摇晃内容物使之充分混合 我们会直接摇晃内容物 使之充分混合的是追情瓶 就是图中的甲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C丙可盛放物体使其反应或加热 丙是试管 我们可以来盛装物体 并且可以来加热 所以选项C是对的 Z丁只用来测量液体体积 不能加热 我们的丁是烧杯 烧可以盛装 烧杯可以盛装液体 也可以简单的量出液体的体积 同时烧杯可以隔着陶瓷线位网来加热 所以选项猪说 它不能加热是错的 所以第一题 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并可盛放物体使其反应或加热